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在《唐宫美人天下》中 他一封小宝的身份出现在观众面前 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知名度 2013年 他在《短剧爱》 《飘逸中一小异》这个角色展现了自己的潜力 随后在《王的女人》和董小姐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表演基础 成一的早期电影作品同样不可小觑 在2012年的《庆假过年》中 他是演了《小小熊》 而在《鬼爱》中则单纲主角苏扬 虽然当时的成一尚未被广泛认可 但他的努力和才华已经出路锋芒 持续突破 从李佩君到宇思凤 进入2018年后 成一的事业迎来了爆发期 他在《爱在风起云涌时》中饰演李佩君 而在《琉璃》中更是凭借于思凤这一角色 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在这之后 他又接连出演了宇君哥 《山河月明》 《陈香如谢》等多部热门剧 逐渐成为了观众心中的实力派演员 2023年 成一在《莲花楼》中饰演李湘以李莲花 这一角色让他再度走进大众视野 而在《南风之我意》中饰演赴云深 更是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关注 《期待未来》 成一代播剧全面揭晓 对于成一未来的作品 粉丝们都充满期待 在2024年 他将出演《英雄志》中的卢云 以及《狐妖小红娘王全篇》的 《王全富贵》和《富山海》中的《萧秋水》 李晨周霄明明 这些角色都将魏成一带来更多的挑战与机遇 粉丝们相信他定能以精彩的表现回馈大家的期待 此外 成一还参演了《星宿微光》和《青春旋风》 虽然尚未公布开机时间和上映时间 但可以预见 这些作品也将魏成一的演艺生涯增添新的色彩 成一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 逐渐成长为如今的热播剧演员 其间的努力与坚持是有目共睹的 通过对早期作品的追溯 我们不仅看到了成一的演技成长 也更加期待他未来带来的更多惊喜与精彩 无论是新剧还是带播剧 成一的每一次表现都将是值得关注的亮点 期待他的未来能继续引领观众的热情与喜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